想不到 邝氏三角链竟然会与习米华被批捕终结 想来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据悉 习米华等11人已经被移送澳门检察院 承认在海外架设赌博平台 习米华从小小叠马仔 到投资多部大片的博彩娱乐大亨 再到即将锒铛入狱 其个人经历仿佛是连续续剧《城市故事》 又像《华尔街之狼》 加上他与最强小三Medi 妻子习米嫂三人之间的狗血三角链 他的故事话题众多 极为吸引眼球 长期是媒体和杂志追逐的对象 习米华的起点不高 从服务小生做起 是帮忙整理赌场筹码的叠马仔 他头脑灵活 靠介绍新的客人给赌场赚取佣金 同时换筹码给客人获得利润 后期还给客人介绍贷款业务赚差价 那时他跟着澳门的大崩崖居混 后来老大入狱 他趁势接手部分资金 加上贵人相助 在赌场混得风生水起 获得澳门新小赌王称号 意识风光无比 当时周超华看准网络时代兴起 于菲律宾取得网络博彩牌照 经营太阳城博彩网站 提供各种赌博 更直播真人庄家开牌 大受赌客欢迎 随后 习米华创立太阳城集团 并在香港上市 成功洗白 并进入娱乐业 还自称香港古天乐 参与投资多部电影 曾任澳门影视制作文化协会会长 包括《红海行动》 扫读 《湄公和公案》等几部高票房大制作 都有他的资金注入 因为进军娱乐业 多位明星和娱乐业大亨 都与他私交不错 向华强夫妇 杨寿成 汪峰 吴奇隆 都曾是他的座上宾 表面风光 但因为全球疫情影响 且时间持续较长 博彩业 娱乐业和旅游业 都遭受了巨大损失 习米华的众多产业 自然受到影响 有调查显示 习米华的太阳城集团 和背后的周超华 之所以能够一军突起 主要是因为 其将发展重心 放在了网络博彩上 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的赌场 和网络服务器设在境外 但赌客多在中国内地 赌资可以在内地 以人民币结算 据知情人士透露 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会员 估算有数十万人之重 一年的投注额 在万亿元以上 这个数字相当于 2018年中国彩票总收入 5114.7亿元的近两倍 可见 为了弥补损失 习米华大力发展非法产业 如今为此买单 恐陷牢狱 一部草根报复史就此终结 除了她的报复史 更让人错愕的 还有她的感情史 习米华当年与年仅19岁的女明星 陈慧玲一见钟情 但婚后 她的恋情并未停止 与多位女星关系不明 习米嫂明白富豪生活不同 对丈夫的绯闻都非常看得开 毕竟没有真感情 逢场作戏她能够理解 但超模Mandy的突然介入 则让她备受折磨 Mandy凭借着一个化妆品广告 一夜爆红 长相颇具抑郁风情 令情史丰富的习米华 陷入温柔乡难以自拔 动了感情的习米华 让妻子非常焦虑 而Mandy不但不避讳 自己小三的身份 还常常隔空喊话 两个女人之间 弥漫着没有硝烟的战争 发展到后来 两人甚至比赛 谁能够先为习米华 生下孩子 一幕幕争宠戏 让人看到了 上流社会的不堪一面 不堪压力的习米嫂 心力交瘁 选择放手 为了保住财产的习米华 突然态度大变 开始争取习米嫂的 回心转意 她公开发言 爱老婆不便 还当众演唱张正月的情歌 爱我别走 习米嫂泪流满面 两人关系缓和 可很快 习米华又与Mandy纠缠 只是为了避嫌 将其送往英国 从此她开启了 两地轮转的生活 为了两个女人 辗转两地 期间 习米嫂与Mandy 分别为习米华 生儿育女 三人之间相安无事 不过 让人疑惑的是 Mandy多年来 先后获得了 数亿元的财产分割 而且都是海外资产 有人认为 这是借着感情名义 转移财产 暗渡陈仓之计谋 如今 习米华出事 更是坐实了这一猜测 Mandy之前 突然化身 独立自主的 才女人设 还为当地杂志 写专栏 逐步建立起了 自己的产业链条 据了解 她花两亿多元 买下 370平方米的 大庄园 准备打造生产 高品质 有机食品的 生态农场 为此 不少人感态 大戏落幕后 最强小三成了赢家 不过 习米嫂也是聪明人 虽然缓和了关系 但她很早就开始 走自己的独立道路 她不仅与 习米华的家人 共处融洽 而且事业上 也风生水起 之前还拿到了 华人杰出企业家的美誉 手握巨额财富 有家人相伴 习米嫂的 未来生活主动权 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她也成为了 自己生活的大赢家 两个女人 一开始 为了一个男人争宠 如今 她们各自有了 全新的生活 这也再次说明 女人的幸福 不能寄托在男人身上 很多人好奇 习米华到底有多少财富 习米华曾经说 自己个人的银行存款 也才几百万而已 不过 习米华曾经在网上 晒过太阳城的账户 里面现金就有一百多亿 以此来给客户信心 习米华表面的身家 确实不多 因为她的账面身家 是两家上市公司的股份而已 不过 她这样的人 有非常多的隐形财富 而且 她从事的生意 见不得光 她更不会让别人知道 自己的财富 习米华一方面说 自己的存款才几百万 但是她的妻子陈慧玲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习米嫂 她曾经在一个节目中 晒出了自己的衣帽间 当时震惊了不少人 陈慧玲的衣帽间 毫不夸张地说 比很多人的房子还大 香港很多家庭 好几人才住 几十平方米的房子而已 陈慧玲的衣帽间 不仅非常大 而且里面的服装 鞋帽 装饰品 几乎都是名牌 光是鞋子就有好几千双 而且每一双几乎都是名牌 另外 陈慧玲的衣帽间 还有非常多的珠宝首饰 各种奢侈品 也是多到你想象不到 单单是这个衣帽间里面的东西 估计没有几个亿 也有上亿了 从陈慧玲的衣帽间 你就可以想象 习米华到底有多少财富了 事实上 从习米华的生活来看 她的财富绝对是无法估量 只是里面多少是合理获得的 那就没人知道了 看过电影《妈格是座庙》的人 对《蝶马仔》 都应该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80年代末期 何鸿燊为了平衡各方的力量 于是就推出了蝶马制度 在1961年 何鸿燊拿到澳门唯一一张赌牌 不过澳门当时鱼龙混杂 何鸿燊这个赌王不好当 当时澳门 香港 东南亚 台湾各方各面的势力 都盯着澳门的赌牌 何鸿燊知道 这么大的蛋糕 自己不能一个人吃 不然就会引起众怒 赌牌只有一张 而他又不能让别人 也跟着在澳门开赌场 于是他就想到了蝶马制度 蝶马仔其实就是赌场中介 他们负责给赌场介绍客户 并且从中间获得佣金 另外 有实力的蝶马仔 可以自己承担舞厅 自己当老板 在澳门 大赌客都是在贵宾厅里面玩的 这些贵宾厅 一般都是博彩公司 直接承包给蝶马仔经营的 蝶马仔除了可以赚 这两部分的钱外 他们还可以放数 当年 何鸿燊自己就不做这个生意 而是把这个利润高 但是风险大的生意 交给蝶马仔去做 其实 那个时候在澳门做蝶马仔 基本上都是江湖人士 比如说 洗米华之前 澳门最大的蝶马仔 就是崩崖居 蝶马仔会给客户受信 甚至会跟赌客玩台底 这里很多是非法的 不过 在利润的驱使下 很多蝶马仔都会铤而走险 另外 赌客输了之后 蝶马仔也要负责追溯 何鸿燊最聪明的方法 就是非法的事情 他自己都不碰 把这些生意都交给蝶马仔去做 这样可以让自己清清白白 又可以平衡各方的力量 甚至这些江湖人士 为了争夺点马权 都必须看着何鸿燊的脸色来做事 何鸿燊这才成了真正高高在上的赌王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